你的小屋是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臺北市內湖有一位卓媽媽 二十幾年前因為兒子 拜託收容一隻流浪狗 從此開啟了照顧流浪狗的緣分 二十多年來 她每天餵食流浪狗 投入的精力和金錢不計其數 只為了讓這些狗狗能夠溫爆 其實也可以讓你們看喔 我是一個教書的人 可是因為我養了這些狗 我每天必須要工作 然後呢工作就是要用手 所以我這個手已經都變形了 都退化掉了 因為我畢竟每天都要剪肉 因為拿回來的料太大塊了 他們一擠的時候是用吞的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剪碎 剪小一點 免得他們狼吞活用 所以加上這些手 每天都要工作 十幾年下來的時候 我這隻手沒有以前的戒指 沒有一個可以戴的 所以我沒有戒指 然後呢自從養狗之後呢 身上沒有多餘的冷准 我也沒有美麗的衣服 我自從養狗之後沒有燙過頭髮 沒有買過衣服 有買的衣服也是99塊 因為我幾乎把所有 要人家認為說不只想說的東西 我幾乎都給我的狗 而且在救狗不是那麼平順 在外面必須要接受很多的疑惑的壓力 還有人家暴力的相對 那這個我們當我們這個 救狗的愛心媽媽 餵死的愛心媽媽 要用相當的智慧跟勇氣去面對 因為你沒有這樣 你沒有這樣堅持的話 很多人就這樣子不餵我 泰國米之神基金會推廣 利用培養在地的微生物菌 活化土壤來取代 使用化學農藥肥料 在台灣推廣四年來 吸引不少有理念的小農加入 他們也希望免費 把這一套自然耕作法 傳授給需要的農民 那樣的話就 它完全不用化學肥料 我們多多少少會有用一點農藥 它那邊的話就完全沒有 在認識泰國米之神基金會 當自在裡面所提供給我們這些資源 我們就可以妥善的利用 然後就可以輕鬆不費力的來耕作 同時可以提升很多的成本 那同時透過農民的這樣的學習 我們讓農民不但有這樣的技術 同時也保護了我們的土地 不放化學肥料 不放農藥 也不用除草劑 所以我們都是自己做 維生物菌 維生物菌 然後再來加那個 做那個液肥 連外面的有機肥料都沒有用 去年奧奇稻草的時候 看到吳先生種的稻米那麼好 都不用灑農藥 如果有必要的農民或是小農團體 我們也可以來幫助他們 把這樣子的一個農法 做個簡單的介紹